欢迎来到学用数学 数学而用 学测试办这题呢 它分析了三次实习度装饰 它今天给了什么 对称中心E5 那给了对称中心 这个多项式我们就可以把它改写 改写成5 加上呢 X-1乘上A 再加上V倍的 X-1的三次方 从对称中心来写 这样子呢就不会有这个二次项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看出来 V其实呢就等于2 好所以呢这边就可以把它先写成2 OK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解K跟A 首先我们要来解K 那就利用什么呢 X等于1带入 好上4就变成6-K 下面这个式子呢 就是5加0加0 就是5 所以呢这边是6加K 所以K呢就等于这个-1 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求这个A 那两边带0 X等0带入的话呢 上4是这个K 就是-1 那这边的话呢 是5-A 然后再-2 5-A-2要等于-1 所以呢 A这边就等于这个4 现在有了A 现在有了A 多项4呢就可以改写成5 加上4倍的A-A 加上2倍的A-1的这个三次方 好 那这个图形 我们就可以绘制出它的草图了 好 首先 它通过什么 通过这个E5 而且E5呢 是它的对称中心 接下来呢 要看这图形的时候 我们先从这边来看 好 要看局部行为从第一次 好 带1的时候呢 是5 接下来比1大一点点的时候呢 它会用这个斜率为4 那个快速上升 好 那接着呢 再远离一点点的时候呢 主要是三次项呢 就主导它的行为 那三次项跟这个一次项 现在都是正的 所以这里呢 它就会更剧烈的往上提升 更剧烈的往下下降 好 所以这个函数呢 是一个绝对递增的情况 好 所以这个点呢 是那个E5 现在我们来回答各个选项 第一个选项呢 这K等于-1 这边是错的 那对称中心 这里是RS 另外一个点呢 我们把它叫做MN 这两个相加 然后再除掉2 要等于这个E5 所以我们可以解出来 这个MN呢 其实是2-R 跟10-R 好 所以选项B 是这个错的 接下来 在S等E的附近的行为呢 就是由前面这个来主导 这是它的一次进士 所以选项C是正确的 好 那接下来 D选项呢 其实跟我们原本的函数 实际上长得很类似 只是它中心点在05 所以对于这个D选项 它的函数呢 也是长成一样 只是它是一个平移 这整个呢 再往左移一个 就会变成这个图像 这两个图形 都是严格递增 而且通过平移而得到 因此呢 这两个图形 就没有焦点 所以这题的答案呢 就是选项C跟D 所以这题的关键呢 就是要利用这个中心对称 来找到这三次函数的图像 接着再去理解一下 这个一次项 跟三次项意义 就可以把图形绘制出来 选出正确的答案 就会变成这个答案